《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7月18号 昨天呢 参考消息头版发表的文章题目是 《外媒关注 习近平为新时代治疆》指明方向 治疆就是治理新疆 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所谓叫一夜落而知天下秋 看看这篇文章带出来中国政坛的哪些重要内情 那么聊之前呢 咱先介绍一下 这个党媒当中分量很重很特殊的这份报纸 参考消息 了解这个媒体平台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平时说 到哪看戏啊 你得选择戏源的 你就会知道在这个舞台上 他会选择怎样的曲目 他怎样为这个曲目做宣传 有哪些观众会扎堆看这一类的戏源的 那么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 参考消息这份报纸过去 它是一份内部参考 只供党和国家高级干部 比如说行政级别13级以上的干部阅读的 加上有些是特殊单位吧 比如说研究社会科学的 研究国内外这个政治经济的 可以申请来一份 还要专人管理 所以那个年代啊 比如说谁家的太太啊 跟自己的闺蜜同志们 炫耀家里那位有多牛有多牛 他说了啊 这个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就是一个重要指标嘛 我跟你说啊 这我老公他们办公室有参考消息 抱架上搁着 一进办公室一扭头就看见了 所以国内外大事啊 咱们家呀 门清这个宣传 那么作为高级干部家庭呢 一张茶几 茶几上放一份参考消息 上面压一个一副黑色老花镜 那就是不经意间透出来的权利 用现在时髦话叫什么 叫做简约的奢侈 的确 那个年代呢 获取信息 尤其是可以帮助人们琢磨自己这个国家的领袖们 究竟干了什么和准备干什么的信息 真的是一件奢侈不可多得的事情 参考消息这个刊物的运作呀 来自前苏联 当然斯大林啊 就是要对海外信息在国内传播呀 他进行一种控制 为什么参考消息受追捧呢 第一个 就是他严格限制了受众 所以人们有个心态 不容易得到的 他总觉得稀罕嘛 就增加了对参考消息的信任感 第二个呢 他经常玩出口转内销这个把戏 领导人接见外宾 说了什么 国内看不到 国外媒体刊登 然后参考消息拿回来翻译登出来 这就叫出口转内销 大家一看 哦 哦 原来全世界人民都那么敬仰我们毛主席啊 原来全世界人民都那么敬爱我们的周总理啊 达这个宣传目的 那么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 参考消息的运作呢 有了变化 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 就不再作为中共领袖 向民众传达特殊信息的渠道了 也就是那些党内不方便直接说的 不方便直接说 通过外国人的嘴说出来 然后再传回国内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就不太用了 参考消息那个刊头下面原来有四个字 内部刊物这四个字消失了 老干部的黑色老花镜下面压着的杂志 也变了 变成了原来的老部下 是吧 从香港带回来的争鸣啊 前哨啊 这样的民间坊间八卦 你看很有意思 孩子们说 哎 老爸 你原来不是看参考吗 现在你怎么也看这种啊 这个中央这个领导那个领导的这个八卦了呢 老干部一瞪眼 什么八卦 都是真的 外国人比我们更了解 什么真革命 为了女人为了钱 我看都是假革命嘛 参考消息的1986年公开发行的 是吧 他最后的一批的公家花钱 然后指派订户 谁呢 中国的各重点大学的学生宿舍 毒害的最后一批就是学生 那么参考的官方数字显示 参考消息目前的订户大学以上的学历超过了50% 那么学历也好 收入也好 都远超其他刊物订户的这个平均水平 那么在这个订阅者当中的他们的职位构成 香港像政府事业单位和领导干部 这些订户也远超其他刊物 所以咱们说呢 即便是走入了民间 变成了公开发行的刊物 参考消息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超强影响力 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商业、政商中间力量 你愿意或者是不经意之间 你就跟随参考消息的倾向性的人会很多 但实际上呢 近十年来 这个参考消息又有点变化 又慢慢的从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开放 那种八面来风选择稿件来源的做法呢 渐渐的又回归到了毛泽东时代 标志性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2014年周小平登上参考消息刷版 这么一人物 是不是 他形象文笔比这个张春桥、姚文元那个时代的文革吹鼓手 更缺乏历练 说的是要带鱼嘛 是不是 透着对他的看不见 就他跑到参考消息刷版去了 这显示了什么呢 就是参考消息的复辟的趋势 领导人党内不方便说话 让外国人传回来 甚至连海外大媒体的稿件呢 进来以后呢 也进行严格严重的曲解 好 那说完这个戏源子 说完参考消息 咱们回到他登了昨天那个文章 参考消息说的这个外媒主要是三个 日本的产经新闻、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还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呢 在很多时候朋友都知道 他会做一些银河式的报道 获取中共的欢心嘛 当然了 他也保留着西方普世价值的取向 所以他对中共是说一些类似叫劝善的话 这是他的这个言语特点 哎呀 这个事情 你要这么去做 对人民会更好啊 这样子 其实你看中共已经在欺压民众了 所以他关心的是什么 你是用拳头打还是用脚踢的问题 是吧 这种贴心的批评也是新加坡短时间内 取代香港成为亚洲最大的外汇金融市场交易中心的原因 所以呢 这个习近平出访新疆这篇文章 参考消息就大幅使用联合早报 并用联合早报的评论作为参考消息这篇文章的总评 这与新华社的风向基本一致 所以呢 咱们这就不平说它了 那么另外两个 产经新闻和华尔街日报呢 咱们一个个的来看 产经新闻的内容嘛 两方面 一个是行程 一个是习近平此行的意义 干嘛到新疆去是吧 那参考消息的版本描述的行程 是乌鲁木齐、石盒子、突鲁番等城市 少数民族居民区 然后说习近平强调的是各民族团结 没了 但是产经新闻的真实版本是什么呢 首先 关于习近平的行程 日本媒体非常细心 他一上来就有个重要的观察 这一点很多朋友恐怕都会忽略掉的 他说 直到15日这天 中国国家控制的中央电视台CCTV和其他媒体 才报道了这一消息 产经新闻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 就是包括新华社的第一份报道 人民日报第一份报道都是15号放出来的 然而习近平的行程是从7月12号就开始了 那么为什么12号这天不做第一时间报道 这在过去不可想象啊 报道不及时不让全国人民 及时跟随伟大领袖思想和足迹 也是政治错误呢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也有些变化 就是像他的一些 习近平的短途一两天的视察 那也是什么 就是视察结束之后再给予报道 不会在中途来一下子 为什么呢 会这样子报道呢 第一 习近平结束香港访问 由于接见的 这是所谓叫符合要求的爱国者 在那里面有病毒检测阳性患者 那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亲密接触隔离原则 那习近平你回中南海 你得隔离两星期 对不对 那么这个事情 海外很多媒体都在跟进观察 就看习近平出不出来 你要两星期内出来 就等于自己没有遵循这个防疫规定 那肯定是要一番讽刺的吧 所以15号把消息放出来 距离香港回来正好14天 是吧 容易把真实的出访日期就糊弄过去了 那么第二是什么 就是新疆并不安全 习近平亲自部署的新疆强力维稳镇压 被西方定义为种族灭绝的罪恶 干那么多坏事 自然会遭到各种潜在的报复威胁 所以等行程过半才进行公布 是吧 有很强的保密安全因素在里面 不让别人预知 你说那么多维吾尔族朋友在那跳舞的不知道吗 他不会告诉你具体日子 就是在家等消息啊 突然一天 哇 来了 第三呢 就是报道一出来 一定会成为党内外甚至海内外议论的一个主的话题 中共内部因为习近平的新疆政策遭到西方制裁 受到利益影响的权贵家族不在少数 其中有传统农业产品 比如像长熔棉 番茄酱 还有现在涉及到现在的一些能源产品 太阳板的 风力发电的 都是出口大订单 都是直接与西方 主要是美国的政商家族有瓜葛 你看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所以与目前执政的民主党家族 很多持有这个所谓叫绿色新政 绿政的这些政治家族和商业团体呢 是有关系的 和共和党建制派比如说布什家族也是有千丝万里联系 所以高层当中痛恨习近平 觉得他断了自家财路的人大有所在 因此习近平出行新疆自然是什么 是大家制造舆论甚至进行反习行动串联的好节会 他人又不在北京 也动手的好时机 但是报道出来会形成社会反应的时候呢 习近平还有两天就回北京了 那么对习近平这边来说相对来说就更主动一些嘛 但是你要太晚的报道 比如说行程结束了再报道 国内外又会有各种猜疑出来了 你三个星期不露面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身体和安全出了问题了 大家记得让子弹飞 电影里面张麻子杀了黄四郎的替身这个情节 对不对 真的黄四郎突然发现自己活成了自己的替身了 黄四郎说杀黄四郎这个事情大家能相信吗 你杀那替身的事 张麻子正告他 这个事情可不可信不重要 重要是大家愿意相信 大家恨不得这个就是事实 所以日本媒体保持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细致观察特色 文章一出手就很到位 那么关于行程的介绍 实际上与这个参考消息的所谓翻译引用 你看差异就很大 对不对 这个参考消息说 这个参观乌鲁木齐 那产经新闻就更加明确 说习近平12号这一天是在乌鲁木齐视察 什么呢 中欧班列 就是中国运输到欧洲的那趟货物列车 那要注意下面这句话 产经新闻报道说 习近平宣称随着一带一路 他的经济区概念这个建设的进展 新疆已不再是一个边疆地区 新疆将成为中部地区 具有历史意义 大家需不需要我在这暂停三秒钟时间 大家这个风暴一下 这句话习近平什么意思 新疆中部地区 新疆将成为中共向广大的中亚地区输出统治 甚至吞并的出发基地 大家想 当基尔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当阿富汗等辽阔的中亚都成为中共的新西部 成为中共的新附庸的时候 新疆可不就是中部地区了吗 产经新闻呢 关于习近平对少数民族居民区的参观报道 也完全不是参考消息阉割后的描述 产经新闻怎么说呢 1月13日 习近平参观了乌鲁木齐的一个居民区 观看了维吾尔族武岛指出 必须让所有民族的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 产经新闻紧接着进行对照计数 说习近平2014年访问期间正好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从此习近平发布命令要长期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增长 从此城市各个地方安装监控摄像头 并加强彻底控制 也有报道说这个维吾尔人被强行关押在再教育设施当中 成为导致中美欧洲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 产经新闻最后说习近平此次出访原因 是为了在党代会召开之前炫耀新疆的安全稳定 习近平的领导层经常发出坚持新疆伊斯兰汉化方向的命令 你看这么多重大的信息参考消息全都给提出 是吧 剩下了他在那里宣扬各民族团结 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 他所宣扬各民族团结的后面有多少对维吾尔族人 对新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杀鸡 所以大家也就不可能像江峰这样 参考消息又看到外面的新闻 就一点点可以剥茧抽丝的分析新疆发生了什么 你如果光看参考这些信息全都落掉 习近平究竟要干什么 是吧 中共内部围绕新疆问题会发生什么都不出来了 那么参考消息引用的第二个外媒是什么呢 华尔街日报 参考消息的版本也是也是两个环节 跟产经新闻一样 第一个是这个考察行程 第二个是评论对吧 与产经新闻不同的华尔街日报 似乎重点描述了军队农肯城市石盒子 实际上华尔街日报跟产经新闻一样 也报道了乌鲁木齐的这个行程 只不过带上了两句话的评论 第一句评论说 习近平是在八年多来首次考察这片陷入麻烦的地区 第二句评论说 目前习近平正寻求延长他的执政期 大家看到原稿的话 就会看到这外媒的真正的观察角度 根本不是什么参考消息说的 习近平强调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论调 而是说的习近平这是一个去应对内部斗争的表演之心 华尔街日报的确用更多的篇幅描述了石盒子 他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准军式实体 是帮助这个边疆地区发展的准军式实体 因为美国媒体和日本媒体的观察角度 跟自己的国内渔情是有关系的 是吧 日本人关心什么 美国关心什么 不一样 日本人更关心的是习近平在亚洲干什么 关心的是靠近自己日本这个中国的政治有什么内情 美国人呢 美国人关心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 当中对新疆问题的指控和制裁这些相关话题 关心的是人权问题 因此华尔街日报就指出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你是一个准军事单位 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准军事单位 你参与习近平发起的伊斯兰同化运动受到西方制裁 他报道说 习近平走进生产建设兵团的田间地头 说兵团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 针对习近平的新疆之行 中共官媒试图打造的习近平是努力留下 在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印象的宣传调门 但是华尔街日报针对中共党媒这种宣传呢 引用的是维吾尔人权人士的这个评论 说看到维吾尔族人在对虐待暴行负有责任的人指的习近平 在习近平面前微笑着跳舞让人更加难受 因为这让人想到中国政府在抹除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方面 已经做到了如此程度 这就是维吾尔族人 他发自得起 他这么观察 他跟很多人不一样 看到自己的族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暴君面前 扮出一个笑容在那里跳舞 心里真是心如刀割 那我们从参考消息这份党媒的历史和特质说起来 所以大家以后也许就 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去建立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吧 就会有更多的愿望去寻找多元信息 自己去主动的获取真相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让子弹飞》这个电影 就说到了黄四郎为什么那么害怕 就是关于他失去了对那个县城的控制权的谣言 电影里面说的很清楚 让所有人都觉得你输了的时候 你就真的输了 没输也得输 当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死了的时候 你就真的死了 不死也得死 从这个观念来看 我就想起了最近的时间 关于叫做习下礼上的一个说法 咱们说这个说法是不是谣言呢 各有所得 各有各的思考 各有各的来源 你不知道别人来源的时候 你未必就说那是谣言 但归根结底 即便它是谣言 我们也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当下的中国社会 有着它的合理性 有着它存在的意义 是吧 当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死了的时候 你就真的死了 不死也得死 这也是习近平所面临的现状 他怕 因此当参考消息阉割外媒 把扭曲的消息呈现给民众的时候 绝不代表说习近平充满了自信 正相反 他在徒劳的阻挡的四处漏水的堤坝 并试图最终回到完全封锁的毛泽东时代 《南华早报》今天早些时候 引述了一名知情高层消息人士的说法 报道说 中国已经向法国总统马克龙 向德国总理肖尔兹 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还有西班牙总理的桑吉斯 发出了邀请 说让11月份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尽管没有任何欧洲领袖是否接受邀请的进一步报道 王毅近期说是将前往欧洲落实这些邀请 这让这个报道具有了什么 具有了真实性 咱们且不管欧洲领袖在这个特殊的 中西方已经进入全面对抗的时期 他会不会接受邀请 你想北约已经邀请了中国四周的亚太盟友加入对中国的合围了 他能接受你邀请吗 习近平知情并参与普京对乌克莱的战争消息 已经不断的传出来了 他会这时候接受你的邀请吗 大家知道北京奥运会 西方大国领袖就一个都没来 当时俄乌战争还没有爆发的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大国领袖会干预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去惠见习近平的 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迅速的失去了 当年对欧洲国家的市场吸引力了 我干嘛去 领袖们图个啥要求去中国 去接受中国的防疫人员专业化的核酸检测服务吗 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 习近平要的就是什么 防止关于他已经失去权力的谣言漫天飞 南华早报的消息透露出来 咱们看缺一样东西 大家看到没有 是什么呢 邀请的名头 就是说 你这邀请为了什么见面呢 到北京来干什么 过来搓一顿一起吃个包子吗 重大外交场合如此重要的国事访问邀请 竟然没有名义 所以说这个邀请不为了别的 只为了让人知道两个要素 第一个 会面时间是11月份 第二是邀请人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就是说他只想告诉世界 经过残酷的二十大的斗争 11月份一到自己将是胜利者 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一想就明白了 他要不心虚 他要真没事 他干嘛要提前预告呢 是不是 甚至还很清楚 欧洲领袖很大程度上不会接受他的邀请 他要玩这个 所以这个邀请就跟参考消息就有了共同之处 出口转内销 对不对 自己说的话 然后放出去 通过欧洲领袖对自己身份认证 通过世界对自己的背书来增加自己的党内斗争的砝码 同志们 你们看 欧洲领袖马克龙消了自己同意了 准备来会见我了 这个意思 增加自己继续连任的一个合法性嘛 这什么就是越来越浅薄 越来越喧嚣 越来越无知 好 节目结束 咱们就送一首这两天流行的打油诗 给名副其实者知了歌 就闭嘴 说你呢 高高在上 自以为聪明 平天几分燥热 肥头大耳 却只会用屁股唱夏日里的赞歌 不知人间极苦酷暑 好 江峰漫谈 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了 这几天我们的希望之城会员网站呢 推出了新的服务项目吧 就可以单独订阅网站内的每一个主要博主的频道内容 比如说我这里吧 江峰频道 你要订阅我的频道呢 只需要69美元 就可以获得全年的会员资格了 看我的节目 那么到8月8号之前 这个订阅还可以免费赠送张天亮兄的中华文明史这本电子书 等于是给大家多一个参与的选项吧 反正我觉得呢 就是来到我们会员网站呢 就不仅是客人了 更是居民 在现在这个等待黎明的特殊的日子里面 您还是一个开拓者和建设者 跟我们一起打造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的开拓者 好 节目到这 我们明天再见